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画面中看到这是超级青花椰苗 三日苗 意思就是 它是发芽三天就跟我们见面的青花椰小宝宝 它也不会再继续成长了 跟我们之前架上的芽菜不太一样 我这边念给大家听哦 发芽三天就与你见面的青花椰小宝宝 虽然小可是它含有高浓度的萝卜柳树 在日本有最强的健康蔬菜之称 就是时间抓在三天的青花椰苗 它是浓度最高的 所以这边看到它小小的 因为它只有三天的成长期 然后它不会再成长了 它吃起来的味道比较淡 比较没有像之前的青花椰苗 它会继续成长的那个辣腔味那么重 如果你怕芽菜的吃的味道辣腔味 画面中这个紫苏梅酱跟桑胜原汁 其实都很好搭 还有老梅酱都可以 紫苏梅酱最好搭 因为它甜甜的 然后芽菜我就是都会把它放在我的料理里面 把它当成生菜来食用 就一小撮一小撮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三日苗就稍微过清水洗一下 就可以食用 做水果沙拉 或者是拿来打精力汤 或者是在你的饮食当中 就单独放都很好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